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据成佛之缘起 若问云河有此缘起 达云 缘起星要即回向 后因因众而回向 好 那讲这几句话的是密勒日巴尊者 我们都知道是藏地提升成佛的大成就者 他说呢 住在盐洞中的修于且的这个闭关行者呢 跟供养这位闭关行者各种知身用具的施主呢 有一起成佛的缘起 有同时成佛的缘起 很奇妙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缘起呢 说因为缘起的心要就是回向 所以应该应众的回向 好 那我后面继续念 未将供知身具之善所表诸善回向成佛 由如是回向缘起 当得成佛 以福教界后世诸所化机 修善之后应当应众回向故 好 这边就是佛智大师对密勒日巴尊者这句话的解释 好 说把你这个供养修行人的善呢 这些善根呢 你都回向成佛 靠着这样子回向的缘起呢 将来感人的果也是你自己可以成佛 而且呢 也是教导我们这些后世的所化机呢 修行之后 修善之后呢 要把这样子的善根善业呢 应众的回向 不但要回向 而且要应众的回向 那我后面继续念啊 这是老师的开示啊 所以 余邪自在的尊者密勒日巴说 住盐洞中的余邪者 还有供养资身具施主 有具成佛之缘起 在盐洞中修行的闭关修行人 还有供养他之具 比如说 送给他点沾巴 衣服 这些施主 有同时成佛的缘起 有一起成佛的这样一个缘起 如果问 为何有这样的缘起呢 注意 为什么人家辛辛苦苦的修行 你给他送吃的送之具 有一起成佛的缘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缘起 诸位想想 心里有答案吗 那这边就是老师要我们去思考 就是一个人是在山洞里面 很辛苦的闭关修行 另外一位只是送给他支具 护持他修行而已 严格讲不是在里面正修的 是在旁边助修的 甚至连助修都谈不上 他是做一个护持的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缘起 有一起成佛的缘起呢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 那后面老师说 诸位想想 心里有答案吗 答案很简单 但是很难想到 缘起的心要就是回向 缘起的心要就是回向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 也非常非常的深邃 千万不要轻忽 我后面继续念 听到了会吓到吗 不会 我听什么都不惊讶 你于三藏已得自在 所以听什么法都不惊讶 如果自在的话 听空性还是会汗毛直述的 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句话很重要 而且也超过我们凡夫平常的想象 缘起的心要是回向 如果没有老师跟佛菩萨祖师 这样音众的叮咛 我们会不知道回向 居然可以起这么大的作用 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我学佛我常听到回向 我也常常做回向 所以我听到这个答案不压抑 其实不是 是回向能够在缘起里面 起无比的作用 回向是缘起里的心要 这一点是佛智大师特别提醒的 也是密勒日巴尊者特别提醒的 其实是很重要 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所以老师在那边提醒 提醒我们说 其实你要特别注意 真正会不压抑的人 可能是对于三藏 就是已经广学经论的人 他可能会不压抑 他很清楚里面的道理 但是就算这样广学经论的人 老实说 其实听到空性的时候 还是会汗毛指数 那现在不就在讲缘起吗 缘起跟星空 就是一体两面 讲缘起就是在讲空性 那你怎么会觉得不压抑呢 好 后面继续念 缘起 好 那特别要回向成佛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前面几集也学过 佛智大师讲的三种无上的回向 还记得吗 要回向圣教九柱 要回向得到善知识的射受 要回向成佛 回向无上菩提 如果懂得把点滴的三根 做这样的殊胜的回向的话呢 主持都说 就像一滴水滴到大海里面 那个时候整个大海 都充满了这一滴水的成分 你的小小的善心 也会被放大 增长到无穷无尽 乃至于如果是回向成佛的话呢 他将来赶果之后呢 还会继续增长无尽 这个就是回向不可思议的 奇妙的作用 好像这几年 这个世间也流行一些 这个流行这样的说法 他们好像说叫秘密啊 还是叫吸引立法则 其实那个就是回向的用法 但是回向这个概念 其实在佛法里面呢 佛陀讲的更完整 好那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常常讲 回向像什么呢 回向有点像你对未来 下你的这个采购单 你对未来下你的采购单 就是给你同样的预算呢 有的人就会非常非常会采购 你给他十万块 他可能他买出来东西 价值可能会超过五十万 有的人就可能不是很会采购 你给他十万块的预算 他买出来东西 可能价值认真讲不到五万 那到底为什么会买 为什么不会买呢 就是 你有没有仔细的学佛法 好 你有没有学到圆满的教法 你有没有把教理的恶药学清楚 你知不知道在无限生命当中 真正要增长的重点在哪里 那个就是我们回向的重点 那另外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最早生团的法师 开始跟真如老师学习的时候呢 那时候真如老师 有一次在这个有一系列 叫做道次穿线的这个教授里面呢 好 那讲了一点 我始终印象很深 当时 真如老师就有特别说 好 说 其实所有的回向 第一个要先回向自己的师长 长久注视 所有的回向当中 要先回向自己的师长长久注视 我们都知道说 自己所意指的师长 自己所意指的上师 好 那按照教理来讲 就是十方诸佛的总具体 而且他的加持也远大于十方诸佛 所以你对这个最强的距离一页门 最强的福田门 又是自己生生世世要依靠的 引导射受守护自己的力量呢 你有幸执于他 你一定要很认真的齐寝 师长长久注视 长转法轮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记得真如老师 有跟我们发言说 所有的回向当中呢 第一个要先回向自己的师长 长久注视 我很多年以来 我所有的回向也都一定是这样做 好 第一个先回向自己的师长长久注视 然后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无上的回向 好 要回向成佛 要回向这个教法注视 好 要回向这个 永远生生世得到善之世的射手 好 这个我就觉得是对未来一个 很不错的采购单 你可以参考看看 那如果说你对未来有更好的回向 更好的采购单 那你也可以提供给我 好 我们相互切磋 相互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Christiani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